朱丹公开发文向古丽纳扎和迪丽热巴道歉 两人的回应很一致 朱丹就是诸多优秀主持人当中的一位 说起朱丹,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 是一位美女主持人,主持过很多节目 虽说肤色不算白皙,但是却有一种独特的美感 在与明星互动的环节,朱丹提问古丽纳扎的时候 却一不小心将古丽纳扎叫成了迪丽热巴 纳扎本人也是一脸梦,主动提醒朱丹 并且在回答完问题之后,再次补充他叫纳扎 在知道自己出现失误后,朱丹立刻向古丽纳扎道歉 并且在纳扎下台的时候,再次鞠躬道歉,态度非常诚恳 在当晚活动结束以后,朱丹立即在微博上发文 再次向纳扎和热巴两人道歉,请求原谅 并表示这对于一个专业主持人来说是万万不可以的 下不为例,从朱丹的多次道歉中 不难看出,他的态度非常诚恳 这不仅是对艺人的一种尊重,更是主持行业的一种尊重 虽然他出现了失误,但是并没有因此受到大家的责怪 纳扎和热巴更没有不满的意思 所以大家对朱丹的表现还是非常认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